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新闻期讀 我看到这新闻真的笑了 大声笑了 为什么呢 来先读一下标题给你听 Instagram model Accuses Drake Of putting hot sauce Inside of a condom And he similarly responds You can have your 15 minutes of fame 到这里结束 什么鬼啊 这新闻还蛮新的 至少是这几天的新闻 Instagram model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个IG上的模特 他就Accuses就控诉 控诉谁呢 这个人叫Drake 这个Drake可能就是 著名的饶蛇歌手 长这个样子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他有另外清楚一点的照片 大家或许在下面一点点 这个家伙Drake 你如果还是不知道 真的也就算了 我也没有要求你 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没关系 总之他是很知名的 全球知名的饶蛇歌手 就是嘻哈的音乐人 所以这个Instagram的model 他就控诉他 控诉他什么事呢 Putting hot sauce Inside of a condom 他放了辣椒酱 Hot sauce 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保险套里 难道是要整他吗 为什么要保险套里面 放辣椒酱呢 我先把新闻的内容 讲完给你听 然后我们再来看英文 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他因为是非常知名 全球知名的饶蛇歌手 嘻哈人 所以啊 我们说得明白一点 有妹子想要生他的小孩 所以这妹子竟然 他们发生关系之后 去垃圾桶 把这个Drake 所丢掉的保险套拿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精益掏出来 然后塞进他的身体里 就为了想怀他的肿 很汗 这真的 那这个Drake呢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中这种招了 所以也或许不只有他 可能很多名人都会这么做 就是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 射完了以后 他那个保险套里面 射出来的东西 当然你也很懒得去 你不可能拿到那个水龙头底下 冲一冲把它洗干净再丢算 他们可能觉得 拿自己射出来东西 我也不想处理 太恶心了 所以他竟然做的一个方式就是 我射出来了 这是我的一代子孙 对不对 我挤点辣椒酱进去再把它丢了 他认为那个辣椒酱 可以成功的把精子杀掉 好像也不是没这个道理 对不对 因为你丢了 你辣椒酱挤进去 我就不信你的sperm 还有办法那么自在的游泳 大概真的被辣死吧 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来去保护自己 不要让他自己的射出来的东西 可以被女生偷偷拿去怀孕 OK 他即便不是现在 塞在肚子 塞进他自己私处 然后用这种奇怪的方式 他也可以把保险套整个拿走 然后可能在一个小时内 赶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然后做配种 然后甚至你知道就人工 用人工的方式去 去做这件事情 I don't know I don't 好 我来读一下这里 你看你听懂的意思是 我们来看这新闻内容 内文在说什么 An Instagram model is accusing Drake of getting a little too spicy during a recent romantic encounter 所以他控诉他 accus又看到一次 控诉他干嘛呢 你弄得有点 我们两个之间太火辣 too spicy spicy的话就是辣 OK 今天我们其实蛮多 很不错的片语 要来研究的 所以spicy是辣 这应该还好没问题 我们刚跳过一个 我应该要先讲掉 就是标题里面的 你还记得吗 标题里面他说的 就因为Drake他的回应 He resimingly responds 他回应什么呢 You can have your 15 minutes of fame 就你这个Instagram model啊 你想要成名15分钟 我就给你吧 你就借我 你借着偷我的保险套 然后拉到自己的下面的小洞洞 然后在那边博取大家的眼球 你想要这样红一下下 你也顶多就红15分钟 我就送你吧 这样子 所以这个 You can have your 15 minutes of fame 你如果不懂什么叫15 minutes of fame的话 这个据说是安地沃河 就是那个很知名的磕磕艺术的那个大师 他说每一个活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人 都有都应该能够就值得全球爆红15分钟 那或许你就值得这15分钟而已 要是你真的够厉害 你可以继续红下去 要是没有的话 就那15分钟了 那15分钟过了 Your time is up 你这身的额度就用完了 这样 所以每个人都有红15分钟的额度 当然我也不确定 这是不是真的这个人讲的 我刚刚 因为我看一些网路上的说法 好像也不见得是真的他说的 不过现在大家都已经 非常 一股劲的都说是他说的 就是了 好那就算了 好所以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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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来继续看这里 他说他跟他之间 他们之间的这场遭遇 有点点太辣了一点 too spicy 那这件事情 Allegedly发生在他的rapper的hotel 所以他在hotel里面发生了新关系 所以这个model就claim 他就声称 声称这个self-proclaimed的一个certified lover boy 所以Drake这个人 他称自己为 这边再说的就是 Drake这个人 他自封为自己是一个 Lover boy I'm a lover I'm a boy I'm a lover boy 而且这里我们发现 有两个长得很像的字 就是这个model claims that the self-proclaimed certified lover boy 所以有claim又有proclaim 有差吗 有 事实上是有的 claim一般来说 就是声称一件什么事情 而这个声称 它跟声明也是很像的 而且这个声明 还能够接上拥有权的概念 我们马上举个例子 例如说 中国常常声称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so China 会claim ownership over Taiwan 所以你就知道这里就是声称主权 claim ownership 就是所有权 所以claim可以加 后面这个东西 所以claim能够用在声明拥有权的 这个用法上 那proclaim呢 则是 你会查到他的中文翻译也有声明的概念 可是他比较像是一个announcement 这样子 announcement 例如说你跟着世界说 我好爱我老婆啊 那就是一个proclamation 那就是他proclaim他爱他老婆 所以他不是所谓的这种声称的感觉 它是一种宣布的感觉 听懂的意思 好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他说了 这个model就声称 那你看他有一个言论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的是claim 他声称 他声称这个家伙 在保险套里加了辣椒酱 所以这里是一个 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立场的statement OK 一个意见上的 一个他认为的部分 所以用的是claim 那这边这一个 self-proclaim则是 就自称的 自己跟大家说 我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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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用的是proclaim OK 所以self-proclaim certified lover boy 然后他的名字 好像说Aubrey Drake Graham 好酷 这个信我们也稍微琢磨一下 这个有时候我们把它发音翻 发音 中文翻成是 隔汉之类的 可是英文的发音很有趣 它的h是没有音的 所以graham 我们这几次前也讲过 这些都是复习 但无所谓 复习久了你就熟悉了 所以这个英文信的发音 事实上就是graham graham 而不是graham 没有很清楚的ham的音 没有的 OK graham graham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 Audrey Drake Aubrey 对不起 Aubrey Drake graham 好 OK 那一个用过的保险套里 used condom 为了干嘛 为了杀掉他自己的精子 在他们两个做过来之后 OK After the two had sex 所以这边也有一些词 pack it这个字 就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东西 你要是喜欢喝咖啡 你可能会去买那种 一包一包的撕开来集中咖啡包 那一包一包就叫做pack it 你去麦当劳 你去跟他要那个番茄酱 它也是一小包一小包的 小包装的pack it 所以这就叫做pack it 不是pocket pocket是口袋 衣服可能有口袋 前后的口袋之类的 也不是pack pack基本上 我可以当动词就打包 unpack也就是 拆开你的心理 把东西归为unpack 所以pack是打包 那除了这之外 像你知道backpack是背包 后背包 所以pack呢 则是一包东西的感觉 OK 好 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 例如说我买一个什么东西 是三个做成 三个包起来包成一包 或者说 例如说 你买个可乐 我们有时候讲一手可乐 或一手啤酒 是不是六罐 然后用一个塑胶膜把它封起来 那你也可以称为那样的一个单位 叫做一个pack OK 一个pack 当然 它的数字不一定就是 当然我们中文讲的一手 好像是六罐了 如果我有错 欢迎你纠正我就是 好 不管 所以我们刚刚这里看到的确是pack it 而已就是 OK 那在他把这个保险刀处理掉之后 先把它读完好了 After he disposed of the condom she took it out of the trash and attempted to impregnate herself impregnate herself inside of the bathroom not realizing what it contained 好读完 看到这里 你真的你就应该笑了 在drake把这个保险刀处理掉之后 所以disposed of something 所以这里有打出来给你看 disposed of something 我们中文可以发现成处理掉 你要是把它说成丢掉 我也不认为这是错 可是丢掉的感觉就只是 砰丢掉 disposed of感觉会比较像有经过一层动作 一层处理 像我们不能随便把合飞料丢掉 可是你经过的处理再把它安置好放好处理掉 用disposed of就好一点点 所以drake呢 他有加了番茄酱 不是番茄酱 他也加了辣椒酱 所以他当然可以用disposed of这个动词片语 所以disposed要接of 这是一个小心的地方 所以在他disposed of the condom之后 他就把它从Lizalong拿出来 she took it out of the trash 从Lizalong拿出来 试着来让他自己受孕 所以pregnant 不是pregnate 没有pregnate 对不起 我一直讲错调 pregnant这个发音是对的 它是形容词 OK 所以这里有个none的音 那它的动词是impregnate 前面要有in当作开头 所以impragnate跟pregnant pregnant是形容词 说这个谁怀孕了 so somebody 应该就是女生了 但是你说男生或许也可以经过了什么科学 先不要想这么多总之 这边有一个人怀孕了 so this person is pregnant 可以pregnant pregnate这是动词 就是使他受孕 所以这女生垃圾笼拿出来之后 她就尝试着 she attempted to impregnate herself inside of the bathroom 她就在厕所试着让她自己受孕 那你说怎么让自己受孕 喝掉你 不是当然不是 就是塞进自己的小洞洞里 大概这样说 对不起我必须说那么清楚 也没有必须啦 反正你听到了 too bad 好 然后她并没有了解到 她里面包含着什么 也就是除了sperm之外 还有辣椒酱 所以你说她被辣到 是谁的错 是jake的错吗 好像也不是嘛 因为她也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所以她没有说 我要来掏 掏出你的经意 来让我自己受孕 她当然没跟她说这件事 所以她被辣到 我是觉得她活该嘛 这样子 好了 anyway 所以这个女生呢 她就在 把这个accusation 在一个 似乎在一个 在一个block上说着 after she screamed due to the burning sensation champagne poppy 所以在instagram上面 那个 Drake的名字 好像是champagne poppy 好 所以在她尖叫之后 因为你知道很烧吗 burning sensation 所以这个词 或许也可以认识一下 英文会讲说 什么什么sensation sensation就一种感受 你前面就可以加个形容词 所以她这边说的是这种 s 燃烧的感受 所以因为这个burning sensation 她就叫了 那这个 Drake就进来 ok ran into the bathroom and allegedly admitted to pouring hot sauce in the condom 所以她就据称 承认了 啊你干嘛这样 我在里面加辣椒酱啊 靠北这样子 ok alright 好 所以我们这边再看一下 我刚前面一开头就有说 她事实上很有努力的去预防 她的精子被偷这件事 所以这里就的确有写 the Canadian crooner the crooner就是 男歌手 尤其 常常强调是低音的 我查过这个字 因为她也不是那么常见 所以你不记 我也 我就不怪你 所以这个Canadian crooner has previously complained about having to go above and beyond to ensure that women won't collect his sperm 这出名的人 真的是太辛苦了 好 所以她先前抱怨过 她有previously complained 抱怨有关什么事呢 about about 必须go above and beyond 所以这里有个动词 片语叫做 go above and beyond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为了做一件事情 你不只做到百分之百 你还做到百分之两百 你做到百分之一千 这样子 好 这句叫做go above and beyond above是上面 像这个麦克风的上面就是 我可以说现在就是 above the microphone OK 它的上面 above它这样子 OK above它 那beyond就是更超越它 这样子 所以我这样 然后就一个东西 you go above and beyond OK above and beyond 所以你不只做百分之百 你还做了百分之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五 两百以上的go above and beyond 所以他 他就非常非常努力去预防 人家来收集他的sperm 大概这样你懂 OK 所以走到这里大概可以了 我们这故事就讲完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 超白痴的 但是也蛮好笑的 所以在 这几天在世界上 至少在美国 这就被当成一个笑话 大家都在传 很多媒体上都有在传 好 但这个影片我大概会放到 下周再播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时效性 说实在 笑一笑就算了 所以小巧复习一下 fifteen minutes of fame 就是一个人一辈子 在你的一生中 你有一个额度 你可以爆红十五分钟 OK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用到就是了 好啦 anyway claim是声称 多半可以跟 声称一件东西的主权 可以能够来做重叠 而proclaim就只是 啊 哇 宣布一件事情 OK 宣告一件事情 你会说那跟声称不是一样吗 还是不太一样 这个声称往往强调是一种意见上的事情 意见上的 而这个宣布宣告就是我现在来告知大家一件事情 我现在来拿个大声筒来说一下 我爱谁谁谁之类的 这个不是意见 对不对 啊我爱你啊谁谁谁 这个不是意见 可是我说 例如说 I don't know 柯文哲是个笨蛋 那这个就是 好像有重叠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必须说 这两件事情 可能程度上是有 就两个都能用的 当然意思还是不太一样 意思还是不太一样 OK 好 再往下看 所以刚才我看到了 packet跟pocket的分别 packet就小包小包的东西 packet OK packet则是一包东西 像如果说今天 你这里有一包口香糖 那它就叫做 a pack of gum a pack of gum 不是packet OK 不是packet dispose of是处理掉 跟单纯的丢掉不太一样 dispose of会觉得 还有一个过程在里面 处理的过程 impregnate跟impregnant 没有impregnant 对不起 我一直把这两个字 这个in的部分 刚刚念了几次有加没加的 好 让我再最后念一次 动词是impregnate 没有nent的结尾在那里 而单纯说人家怀孕的形容词 pre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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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mpregnate impregnate 好 听懂了 那他说这个 他挤进了辣椒酱 进了这个保险套 然后这个女生 甚至在impregnate 他自己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 哇 怎么辣辣的 刺刺的吗 辣辣的 所以他有一个 burning sensation 所以前面这个空格 你可以随便填一些形容词 burning sensation sensation就是一种感受这样子 最后看到了一个片语 叫做go above and beyond 就很多人照顾自己的小孩 是用尽心力的照顾 所以你会为你的小孩 做的事情呢 you go above and beyond to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好 看到这里可以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个搞笑的故事 或者就这也不是故事 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